消防员穿梭瓦力堆 乌克兰首都基辅 周三又遭遇一波飞弹攻击 现场冰天雪地导致救援更加困难 还有知名以为见不到家人哭到气不成声 乌克兰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里 救难员摸黑开挖尝试救出这名还困在瓦力堆的民众 不幸的是当天一枚二军炮弹还是击中一间妇幼医院 害此一名才出生两天的小婴儿 俄罗斯近期不断以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电力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 现在连邻国摩尔多瓦都遭殃出现大规模停电 俄乌战争达满九个月 英国前首相强身接受CNN专访 突然抖出欧洲各国在战前的态度差异 不只法国不信俄罗斯入侵 德国甚至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希望乌国迅速垮台 幸好现在西方一致挺乌 欧洲议会更通过决议认定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UVS新闻综合报道